這台車是我媽媽的車 這台車大概是我國小五六年級的時候換的 我媽媽就是開著它 然後帶著我跟我弟弟 出去玩啊幹嘛過夜啊幹嘛 然後半途累了我們兩個兄弟 我們兄弟兩個就睡在後面 就是後面會鋪被子啊 帶著枕頭之類 所以其實這台車就是陪伴著我從小到大 應該說這台車我需要 比較多一點時間跟它告別 我不清楚說以過去那種狀態 它可以撐多久 那我希望說把它整理好 那我慢慢的去消化心中的那些情緒 我們一直都是用堪用就好的狀態 去維持這台車的整理 那我是希望 能夠有一次機會把它好好的把它整理好 說實話我真的非常的開心 它能夠整理到一個這麼完整的狀態 來朋友們 身旁這台99年的FreeCar 又來大整理了 這次呢 車主遠從南部而來 準備花20多萬 為它進行翻新整理 20萬你們會當買新車的頭期款 還是會想要把這份的情懷 回憶給保存下來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準備為它進行全車的板烤 還有內裝的拆洗 座椅換皮 還有一些引擎底盤的基本保修 健檢檢查 預計花兩個月的時間 開始為它動工翻新整理 好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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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從來沒有清理過 跟大家分享 你為什麼想要了解這個心願 這心願是為什麼 這台車是我媽媽的車 這台車當然是我國小五六年級的時候換的 我媽媽就是開著它 然後帶著我跟我弟弟 出去玩啊 幹嘛過夜啊幹嘛 然後半途累了 我們兩個兄弟 我們兄弟兩個就睡到後面 就是後面會鋪被子啊 帶著枕頭之類 所以其實這台車就是 陪伴著我從小到大 到現在這樣 我媽媽當初其實不想換 因為這台車對她來說 也是非常過回憶的一台車 我媽媽不換這台車 她是說我外婆坐過這車 她捨不得換 因為我外婆大概 也是在我國小還是國中 我忘記了就離開了 這車已經重疊了 幾代的記憶啊 有三代 我媽媽當初要離開的時候 其實走得很快 因為她是癌症過世的 所以這是她算留給我的車 你媽是什麼時候離開的 2020年 大家聽到這裡 你們覺得如果是你 你會想賣嗎 如果是我 我應該也沒辦法賣 我需要比較多一點時間跟她告別 我不清楚說以過去那種狀態 她可以撐多久 那我希望說把它整理好 那我慢慢的去消化心中的那些情緒 心中的那些情緒 那你會開著這車再去看她嗎 過年的時候應該也是會開回去的 對啊 欸是在哪老家在哪 高雄 喔在高雄喔 老家在過年前整理好 我們家都不懂車 那我們其實也不懂什麼時候該保養什麼 對 那簡單來說就是開去保養場 那可能是入喚換機油 那可能有異音啊 或者是有特殊的震動啊 或者是哪裡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一直都是用堪用就好的狀態 去維持這台車的整理 那我是希望能夠有一次機會把它好好的把它整理好 說實話我真的非常的開心 它能夠整理到一個這麼完整的狀態 其實以前的車是這樣 就是不要斷料 都很好維修 因為它沒有很複雜 過去一般人保養習慣是看到什麼 換就修什麼 對 但是有一些東西像是有連帶關係 一次換 把這些連帶零件預防性更換的話 就通常就又可以用很久 因為我知道說我自己去找很多的廠商處理是可以的 你們有提供一個從頭服務到無所服務 對我們這種割捨不下老車的人來說 是一個一大福音 把我覺得 因為有的老車其實對有些車來說算求助無門 這台車已經昇華到已經變成家人了 這算是啦 它就有點像是跟我長大的大哥或大姐的那種感覺 一般人可能用世俗眼光看待 這就只是一台老車 結果成六破破的 這些東西這些事物 對於就是有經歷過了 這樣你看像跟車主這樣一路長大幾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差不多 二十五年欸 特別會問你這些事就是說 你其實那時候剛來流車的時候 你跟我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看你 各位朋友有沒有去從事自己的工作 像我坐車 已經有點昇華到就是 我已經不是在修車整理車 你就是在 救苦救難 就是我已經在修復你們的回憶 有一點類似這種感覺 對啊 可以開回去給家人看一看 就是整理的很值得啦 我覺得 也可以就是天上的辦法看一下 對讓他知道說 我們有好好的珍惜這台車 對 沒錯 記憶 給他